好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 我们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中国的经济整体的状况 现在情形跟未来隐忧 我们来看中美的贸易大战开打以来 陆股就开始了雪崩式的下跌 人民币的汇率也扁不停 股市汇市你都看得到 外资大举撤出的痕迹 但中国的经济只有贸易战一个变数吗 其实中国庞大的债务危机 才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定时炸弹 债务问题我们待会来看 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谈的是 现在今天当下中国火烧屁股的股汇市大逃杀 贸易战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3月22号 那个时候美国寄出了301条款 开启了这次的贸易战之后 中国股市在这个位置点 你看看中国股市 一下子往下跳 就从当初的3300点 一路跌跌跌盘跌 中间很多过程 川普又说 开玩笑的啦 没有啦 这个上去了 然后后来又真的关税清单 又蹦蹦蹦拿出来 然后陆股就这样崩跌了 从当初的3300点 跌到今天的低点 2722 一共跌掉了多少 跌掉了14.6% 这个是陆股 那贸易战另外一个主角呢 你要有对手啊 美国 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跌多少 1.5% 陆股跌14.6% 他跌1.5% 天哪 这差了快要10倍 陆股怎么这么弱啊 陆股相较于其他的市场 你看日股还涨哦 韩股跌了8%多 我们台股跌2%多 陆股是当中跌势 最为惨烈的 这是股市 那人民币汇率也贬到了 今天北京当局看不下去 人行行长 易纲出面喊话了 才让今天的股汇都开低走高 但是能够维持多久呢 还要观察 中资房地产股也再度受到估压 跌势领先 内敌互生两市同样是震荡走弱 互指在中午报2740点 下跌了1.27% 而深层指更是下跌了1.78% 中午报9016点 创了三年来的新低 3号路股走势呈现耐人寻味的 省力曲线 上阵指数倒盘下沙破底 下午盘量增收涨 最后上阵指数深圳成举 收场小涨0.4%作收 创业版指数更上涨超过1% 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再度下跌 离岸人民币更是跌破6.7的关口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星期二是报6.6497 下调340个基点 是自去年8月中旬以来最低 人民币对美元3号更扁到 11个月以来的低点 让荷兰安局预估 恐将进一步扁到7字头 分析指出中美贸易展升温 让人民币6月下旬以来 以扁再扁 6号美国又将对中国展开 第一轮的制裁加税 日期迫在眉睫 人民币总是反映了市场担忧 而路股也由年初的3300点大关 如今年2700点夜积极可违 让人行行长易刚出面 心心喊话 易刚表示 近期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 央行正在密切关注 这主要是受美元走强 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 有些顺周期的行为 一方面传出北京当局下进口令 既指落媒谈论贸易战时 提到露骨 让国家中国财经媒体 不认而同必谈国际因素影响 而中国房市积极去库存化 也让中国地产股受压 此外金融去杠杆化 让中国企业债性拉紧抱 这也是违约议题吵得沸沸扬扬 2.5亿美元的地产资金 这年是2016年3号蓬勃更警告 今年才过了一半 中国公募债券的违约规模 已经直逼770亿台币 而2016年更已超过960亿台币 写下历史新高 今年信聘机构更已经13次 调降中国企业的信用平等 创下有史以来最高比例 让小摩警告 一旦贸易战开打 中国金融体系恐面临 违约率大增的考验 三线五重点 好 我们刚刚看到 股汇市的波动 这个是被短期的贸易战所影响 只是不晓得 这个贸易战会持续多久 但是长远的来说 中国的经济隐忧 那绝对是债务问题 你可能会问说 中国经济成长那么快 外汇存底那么多 现在是世界强权了 哪来的债务问题 那你就问到重点了 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了中国 每年每年的维持高度的经济成长 那其实呢 这背后 中国用的方式叫做 靠债务来驱动经济成长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债务驱动经济成长 当经济成长 过去的中国是快速起飞 但是他慢慢的开始进入高原期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维持那每年每年 像今年的目标是经济成长率要6.5% 你怎么维持那个高度的经济成长呢 中国想到的办法是透过扩大债性的方式 在中国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是他们各地方政府 为了在共产党当中 可以他的官位往上升 所以他要把他的地方治理的非常好 他的地方呢要有发展 要经济成长 税收要节节高升 所以他要发展经济 他要做基础建设 那我怎么样盖大楼 我怎么做基础建设 没有钱怎么办 借嘛 所以呢 这就叫做所谓的用债务推动的经济成长 以前呢 在我们正常的社会是 有了钱 然后我们来做这个建设 但他们是 我没钱没关系 先借 借了之后 我先盖房子 我做基础建设 推动了经济成长 推动了GDP 但是这也导致 中国的债务 占GDP的比重 最高达到了百分之两百六 那不止呢 是在政府 现在有非常大量的债务危机 我们带您看 在中国的家庭债务 这个数字呢 更是让现在的 全世界的一些知名的财经专家 很担心 他们非常担心 中国会爆发债务危机 会拖累全球的经济状况 我们来看 这是中国的家庭债务 这是每家每户的 家庭债务总额连续十年成长 这比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还要更快 那他们的总额高达6.7兆美元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然后呢 因为他们的房价节节攀升 在中国大陆 所以呢 他们去带来的房贷呢 其实也非常惊人 他们的房贷占比啊 在国内的生产总额占了百分之五十 这是家庭债务的规模 而且他们的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所得 比如说我这个家庭可能一个月赚了一万块假装 那我可支配所得有多少 你知道债务占他可支配所得占了百分之八十二 也就是他赚来的钱 他只剩下百分之十几 他真的可以拿来用 可以付其他的生活费 甚至呢 有人预估到2020年可能 他会占可支配所得的百分百 也就是债务吃掉他所有赚来的钱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债务危机 甚至呢 在中国大陆 我们带您看现在澳洲媒体去拍摄 去调查报导 发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很多债务驱动经济 他把债务拿来盖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楼盘大楼 控制下来都没人住 盖了老半天都没人住 这样的房子高达六千四百万套 甚至呢 还有超过五十个鬼城 就是大举建设之后 没有半个人进住的鬼城 这是一个什么样严重的债务危机 带您来看 我们现在盖的就是制作收集的喉口 主要都是苹果的培件 2017年iPhone上市前夕 位于河南郑州郑东新区的富士康郑州厂区 为了赶出货忙的不可开交 不就是说嘛 引进富士康什么不想看吗 富士康上去往北边 都在建好了 全是楼盘 港来有这么多的房价是四千多一平 现在是一万二十左右 2011年富士康郑州厂区落成 员工走入最高层高达三十万人 房产单价 旅创新高 提升区域帝王的制造机 不过这里却曾被美国媒体 贴标签为鬼城 这是 Zhengzhou And we are on the major highway Or the major road And it's rush hour And it's almost empty A new eastern district of Zhengzhou In one of the most populated provinces in China Not that you'd know it We found what they call a ghost city Of new towers with no residents Desolate condos And vacant subdivisions Uninhabited for miles And miles And miles 陸美曾得以反擊 將正東新區的成功 稱之為鬼城的逆襲 認為是美國媒體誤讀 卻不代表中國的鬼城問題 已不復見 中國有超過2億元的 空間的空間空間 這就足夠監獄 100億人 這些空間的空間 有很多種類型的 像是一種猛烈活動 那些人說過太長了 高樓室的房間 距離到天空 空間燈光燈光 沒有空間燈光 光燈光燈光燈光 但沒有人在家 這些是中國的偶像城 漆漆空間 只等待一件事 人 以債務驅動投資 來拉動經濟 幾年後 美國政府在60分鐘 做了一整個計劃 這個城市是個偶像城 但在一年內 它開始增加激烈 但原因是 政府把 10億萬元的 都給Foxcon 這是台灣人 製造手機 所以Foxcon 決定在這城市 麥克馬虹 不但是中國 債務長城藝書的作者 也曾是華爾街日報的 金融記者 他指出 富士康為鄭州 創造工作機會 讓鄭東新區 起死回生 卻是少數的成功案例 因為中國超過50座鬼城中 都難以出現鄭州 這樣的大城市資源 或是吸引力 而這些空城 將會駐滿人的想法 絕對是天放夜譚 中國為讓經濟增速 維持在6.5%至7%之間 每年的債務增小幅度 達到了經濟總量的15% 相當於2001年至2008年間 飛速增長時的債務水平 有看法認為 中國地方政府 為了衝高賬面上的GDP成長數字 大幅舉債來投資概物 債務卻大大了超越時值的 經濟成長 更凸顯了中國債務危機 恐成不定時炸彈 中國政府忽然報告 這個計劃失去錢 但像這個橋 在這個橋上 有一個大距離 他們的觀念和實現 這個現象被中國官員 形容為幫成長中的男孩 買了過大的西裝 如今中國靠著債務 驅動經濟成長的時代 已經結束 如何解決國力的過度延伸 反而向經濟體質反撲 已成為北京政府的當務之急 在一起我就做不到